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Tia过三岁生日的视频 这次香港妈妈来也是主要来参加Tia的生日 其实每年Tia过生日呢 阿妍都说要准备办一个party 我都给否了 上一次她两岁过生日的时候 我刚生完阿佑 阿妍说想叫我们在通话老家 她想叫我通话的所有亲戚朋友 然后做一个大的party 可是呢就是给否了 我怕别人家里亲戚朋友来参加 生日宴会要花钱呀什么的 他们买礼物我就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然后今年她还是坚持要做party 所以我们就叫了很多Tia的朋友 在沈阳的一个亲子餐厅 做了一个生日party 大家玩得都特别高兴 最后呢都不想走 觉得时间不够 我觉得以后大家真的要搞聚会的话 可以选择这种亲子餐厅来聚 之后呢又带香港妈妈体验了一下 我们东北的澡堂 看看阿妍的大肚子 带香港妈妈想体验一下东北文化嘛 我们东北全国喜遇看东北 东北喜遇看沈阳 那香港妈妈其实已经是第四次来沈阳了 之前没有带她来洗澡呢 是因为阿妍自己也不敢洗澡 阿妍就是第一次在沈阳的时候 就有哥们来叫她去洗澡 她就去了之后 她就整个人就 整个人就被惊吓住了 她没见过那种 那么多人都坦诚相见的场面 她一下子就惊吓住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我再也不要去洗澡 让我也不要再去大中浴池洗澡 但是在沈阳这么多年 慢慢慢慢的 她就是也被潜移默化了吧 然后先她办了一个体育卡 就经常去健身的话也要洗澡 所以她已经有点适应了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呢就准备带香港妈妈 来感受一下 就是我们东北的沈阳的喜遇 大家看就是可能南方的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就是有洗澡的地方 这个里面有洗澡的 有泡温泉的 还有汗蒸的 然后还有刚才我孩子玩的游泳的地方 然后还有大的游乐场 小孩子的游乐场 还有这个是一个很大一个地方的泵床 还有泵床梯啊玩的特别开心 我觉得也很适合小孩子玩 还有吃饭 吃饭也有 看这个是属于石头浴吧 石头有一点点热热的坐在上面 也不是很烫 然后可能有个理疗的效果 还有什么抗啊 就是浴食的平台什么的 还有休息大厅 还有电影院 还有KTV 还有棋牌室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齐全 而且就可以在那玩一天 它是24小时 买一张门票可以玩24小时 其实很多人也在那过夜 有休息大厅也很舒服 只是人很多 不一定有位置 Tia玩的真的是非常开心 唯一很遗憾的就是 其实是想带香港妈妈来感受 这个洗澡文化 可是像妈妈高血压 她到了以后 她才跟我们说 她不能下水 她全程只看着我们玩 这个就是有一点遗憾 不过 Tia玩的很开心 阿炎也没来过 这样高端的洗浴的地方 她感受一下也挺好的 本来以为阿又会很喜欢玩水 可是没想到 她不敢下到水里面去 只敢在外面摸一摸 然后就走来走去 这样子的玩 但是呢 整体来说还是很开心的 一个礼拜时间非常快 香港妈妈就要走了 我们 她一共来了六天 这是她第四次来沈阳 所以呢 就是又送她去机场了 下一次见面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有可能在香港 有可能在印度 反正我会一直保持联系的 好啦 今天的视频再见啦 再见啦 香港妈妈 拜拜 拜拜 OK